对 那我就召回人问这个问题 拍五倍券的宣传广告 是不是我个人自愿的 还是说就是迫于什么形式不得不不然 其实应该这样想 这当然是我自愿的 但是那个就是 那叫什么斜点嘛 就是cult 靠片 这边好像要翻成靠片 靠片的这个风格是我有看过剧本 但是因为某些作业的原因 就是前面有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是关于脑控的 那脑控的那个版本呢 后来他们说去年那个三倍券用过这个梗了 所以本来都已经写好的剧本 我也看完了什么东西 结果就全部丢掉 就是从头从来 那但是当有一个新的梗 就是糖控手的那个梗出现的时候呢 作业时间只剩我记得24小时 所以其实这是在一个就是 几乎不可能做出影片的时间里面 做出来的影片 所以我想他想要达成的那个概念 我觉得有看到概念 那想要他想要达成的效果 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分享 甚至还有二重这些都达成了 但是如果你再多给他24小时做后织 我觉得品质会好很多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刚才的point是说 当年轻的公务的同仁 有一些创意或者想法的时候 那如果有风险的话 那由我来吸收这个风险 所以这支广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到现在大家也不会知道 那些年轻同仁是谁 那但是但是就是我吸收了全部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往好处想 就是他有创造出很多的二创 那我觉得只要有二创出现 那就表示原创有节省到二创的成本 而且它变成一个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吧 它也是有一些欢乐的价值了 所以你问我这个如果时间这个 从头再来一次的话 我还会不会接受这个脚本 那我觉得我就会争取让他晚一点上线 然后尽可能就是让后织多一点力气做后织 然后再上线 可能只是多个一天 那都会就是效果会好很多 那但是你说是不是还要鼓励这个年轻的同仁创新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鼓励他们创新了 不然就永远一直在用铝箔帽脑控的那个梗 用久了也是很腻 所以开发性的梗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 好